刷完手機商品拿了就走顧客可不是小偷而是現在最夯的無人商店Amazon Go 各家實體零售業者聞到商機紛紛複製這套系統或開發簡化營運的方式 對手沃爾瑪當然沒有缺席 只要安裝App不用問店員室內路線導航一秒找到商品 沃爾瑪的無人商店還結合AR 掃描商品 資訊全都漏 對準條碼就可加入購物車 零售商Kruger則攜手微軟要把電商優勢帶入實體店 想想一個未來 where every M&S store worldwide is able to track manage and replenish stock levels in real time and deal with the unexpected 藍色貨櫃快速搭建 大小介於販賣機和超商 另外這個由新創i-Fi創建的nano store 貨架感應器能追蹤顧客瀏覽的商品 要結帳打開App就能付款 其實2018年美國研發商店自動化新創投入的創投資金高達1.11億美元 而這股無人店風潮也吹進中國大陸 加勒服手間智慧生活超市在上海開幕 最酷的是還能刷臉支付 但無人店也可能出大問題 還排座吹冷氣 阿里巴巴無人超市被大媽佔領 未來商店將不再有店員 連民眾也憂心 前額算出來會比較麻煩 不確定你的東西 要是不是要買這樣的時候你沒有人可以問 無人超市背後所隱藏的問題不可忽視 東生產生新聞綜合報導 欠像不知的